子母垃圾車都快被路面的積水沖走了 兩位民眾一起用力拉 但風雨太強 斬斗站不穩 差點跌倒 台南歸人中山路是當地鬧區 整條路面卻被水覆蓋 像是一條小河 好不容易雨勢趨緩 但路面積水根本沒退 還在小腿肚的高度 民眾站在棋樓很是無奈 積水直逼家門口 遠遠還飄來平中心 其實是順著水流的飽特瓶垃圾 而且已經是一週之內第三次急淹水 當地居民苦不堪言 大雨下了超過一週 幾乎有一半的時間都泡在水裡 還從排水孔開始淹 另外在台南北門東龍宮 農曆出二半普渡 卻遇上大雨攪局 棚子桌椅都擺好了 但天宮不作美 妙城一片積水 淨圖只好稱閃川雨衣來百公平 霹霹露也一排 也一排 也一排我排 因為都有大氣泡 比較快 霹霹大雨遇上寺廟普渡 虔誠信仰依舊不能斷 幸好下午雨是轉校 不過台南這場雨 從九號凌晨就開始下 沿海的江津區原本應該種滿洋香瓜的農田 也通通泡在水裡最深沖過30公分 自弘死了早就已經開了 鮮蟹不擠 室雨量太大 對 室雨量真的太大了 大潮又暴雨 露面被水覆蓋 地勢低的紅磚民宅更是慘兮兮 氣象局統計12小時內 台南北門將軍都超過200毫米 七谷嘉里雪架區也在170毫米以上 全台雨量前五名 統統被台南沿海包辦 幸好下午積水逐漸退去 但整理家園又是一大工程 TVBS新聞顧總庄宋佳娟 台南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